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理想目标或有不同 但不会有人否认 健康才是人生最真实的财富 但为何人类仍然摆脱不了疾病的痛苦、纠缠 追究原因无非是缺少对养生保健的正确认知 华氏新闻杂志多年来曾经制播系列的专题报道 提醒社会大众重视疾病预防的观念 并且传播符合民众身心需要的养生保健资讯 特别将相关的报道汇集成七大主题 以光碟的形式发行 做以全面而完整的介绍 希望更能帮助观众建立一套适合个人的养生保健计划 也希望您能真正身体力行 拥有真正的健康生活 欢迎再回到华氏新闻杂志节目 随着医学美容的发展 最近有许多号称是青春灵药的科技产品 在市面上广为流传 像是生长激素 以及有青春晚支撑的DHEA 因为使用之后能够使皮肤变好 而且还能够增加性功能 有许多人都趋之若鹜 不过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青春灵药吗 这些号称是青春灵药的产品 有哪些副作用呢 而除了这些科技产品之外 到底还有哪些不老秘方呢 现在我们先从抗老友方的何栗林 跟陈沙利的抗老秘方来进一步了解 这是二十年前的何栗林 二十年来岁月似乎在何栗林身上 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Amy和虽然天生丽直 不过要让武警的岁月不留痕迹 何栗林的抗衰老工作 是从早上起床就开始 早上早一点没事的话 我一定会上跑步机 然后用快走的方式 不是快跑 用快走的方式 在跑步机上 大概快走四十分钟到一个钟头 时间大概都是在 晨间新闻的时候 因为晨间新闻的时候 跑我可以一边看电视 然后也不会无聊 然后又觉得时间很快地过了 不乏味这样 所以我觉得每天让自己保持流汗 是蛮重要的 你跑完就会买臭大汗 对对对 因为我跑步的时候 我一定会穿着那个 所谓的减肥衣 就是那种塑胶做的长裤 然后再绑着塑腰的 然后在很快的速度 做完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然后你就去洗澡 对然后就洗澡了 然后就开始 洗完澡的时候 如果还有时间 我会敷脸 趁那个时候赶快敷脸 因为我平常没有很多时间 可以去上美容院做脸 早上冲完澡之后 何丽玲每天都喝上两杯果菜汁 这就是她的早餐 我每天早上一定固定 必须要喝一大杯的综合果汁 跑步之后 跑步之后大概在半个小时 以后才喝 但是我在前一个晚上 我一定会先用盐水 给它泡着 因为我怕有荣药 我每天都喝这个 何丽玲每天早上喝的果菜汁 种类一定超过十种 而且各种颜色都有 不过怕胖的Amy和 绝不加太甜的水果 像瓜果类的她都不吃 晚上如果在家里 没有应酬 没有什么我就吃这个 你煮的时候水不要放太多 小麦绿豆一人粥加上牛奶 这就是何丽玲没有应酬时的晚餐 而且是不加糖的 何丽玲吃东西相当忌口 为了爱美油炸的勾芡的食物 她绝对不碰 因为我觉得油炸的东西 因为东西炸过之后 第一个它新鲜度没有了 而且它因为油在那么高的温度之下 我是根据了 根据书上讲的 它能够比较容易致癌 所以我一般比较不吃这些油炸 油炸类的 然后勾芡的东西 是因为我从小就不吃 所以就习惯了 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 你不吃勾芡的 是对的 因为勾芡的这种东西 太白粉之类的 它的热量蛮高的 而如果你要约何丽玲吃饭 绝不要选在星期天 因为每个星期天 都是她的断食日 是她例行体内环保的日子 每个星期日是我的断食日 因为那天我只喝水 包括了果汁 水果 任何东西我都不吃 然后那天我觉得 好像体内环保一样 就只光喝水 这样也很准了吗 这样已经有 我看有六七年有了 然后每一年的农历的七月 那我一定是全素了 到了晚上吃饱饭后 何丽玲还有一套 抗老防衰的方法 平常晚上我大概都会 大概吃完晚餐后 大概半个小时 那我就会在家里泡脚 那个水大概就是到膝盖的下面 这样子 然后那个温度就能够烫得 让你觉得有一点热 但是不会烫伤 但是要温度够 泡了大概15分钟左右 就会冒汗的程度 每天固定都会泡脚 睡觉前泡脚 让肌肉能够放松 因为你走了一天 然后穿着鞋子 那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泡完脚 然后血液循环 非常的好 泡脚也会 但是泡脚不是天天 因为我觉得天天泡脚 会让皮肤很干燥 所以呢就是泡脚的是天天的 那泡脚比较少 一个礼拜大概两天 即使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时间何丽玲也不浪费 因为泡完脚的时候 脚的皮肤就会比较干燥 那我就会擦完这个乳液 或保养品之后呢 我就会穿那个棉的袜子 然后睡觉 睡觉的时候就会穿袜子 何丽玲把抗老防衰 融于日常生活中 有人觉得相当辛苦 建议她用生长激素 何丽玲虽然爱美 却相当地小心 刚刚讲的生长激素 有朋友送了我一瓶 她叫我喷 我就是没有勇气喷 我就是不敢尝试 用那一种药物来 觉得好像可以让自己 抗衰老的 我觉得运动 跟一些食物上 生活上的作息 还有食物上的 一些搭配是比较重要的 生长激素 何丽玲不敢轻易地尝试 不过许多爱美的朋友 却趋之若鹜 大部分我认识的都演艺圈 但是为了爱漂亮了 演艺圈使用普遍 医师却相当担忧 生长素不是光这个价格安贵 还要考虑血糖会长生 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那么这个都是要 比较要小心的 另外还有是一个肿瘤 特别是大肠的肿瘤的问题 比如说生长激素 如果说你激在体内过量的话 怕会刺激一些肿瘤 良性的也好 恶性的肿瘤 长得越快越大 生长激素让细胞成长 生长激素的确是防止老化的重要因素 不过生长激素在人体内 原本与生俱来就有 除非不够或缺乏才要补充 因此是属于医生处方 而即使医生使用 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它是最后一线的 这个需要去平衡的 所以你要先去平衡 你的蓝领性荷尔蒙 你要先去平衡你的身上线荷尔蒙 先去平衡你的 你的这个 甲状线荷尔蒙等等 先去调整一下你的压力 它生长荷尔蒙自然就会高起来 找到青春灵药 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 前天才刚刚举行的台湾医学会 主题就是荷尔蒙与老化 为了防止老化 科学家的确发现许多灵药 例如最近也相当风行的 有青春丸之称的DHEA 但这些青春灵药 都有致炎的风险 一个人有缺乏荷尔蒙的时候 我们才来补充 而不是说他年轻身体荷尔蒙正旺 你给他补充 我想这样的话 大概是不大妥当的 会有副作用吗 还是怎么样 是的 因为每一种荷尔蒙的使用过量 都是有副作用的 这个发生的机会 根据研究是1.25倍到2倍 这是比一般人 一般人也会乳癌啊 可是你如果停静以后 再去使用女性荷尔蒙的话 那么这个癌症发生的机会 就会多1.25倍到2倍 那荷尔蒙作用在防止素的接受 停静后使用 致眼比率都会提高了 更何况体内荷尔蒙 如果不缺还去补充 致眼比率恐怕又更高 那你们吃什么荷尔蒙啊 或是有人说 打什么胎盘树这类的 没有我不敢 不敢 因为什么东西 打到身体里面拿不出来 那万一有什么副作用 就麻烦了 已经到了更年期的沉沙力 皮肤依旧是光鲜亮丽 洁白无瑕 许多人都对她的助言有数相当的好奇 我53了 53了 谁能给我皮肤这么好 人家说我去拉皮 对 所以你不晓得 这还有一个笑话 我去洗头 我去洗头 洗头店的妹妹都跟我讲 她说 给你讲 萨莉姐 刚刚那个什么什么太太 叫我洗头是要注意一下 你头顶有没有疤 她说 为什么要问 她说 因为有疤的人就是去拉过皮的 然后洗头店的妹妹就讲 说没有没有 她头上一个疤都没有 这种事情其实 传闻很久了 很久了 严格说起来 你说我保养的话 我大概就是我的作息蛮正常 除了拍戏要熬夜以外 我其他的我都还算蛮正常的 再者就是 我水喝的蛮多的 我是工作的时候 我喝的更多 几乎大概500cc的杯子 大概要喝到10杯左右 陈沙莉爱喝水出了名 有人说她是水作的女人 她不但早上起来 一定要先喝上500cc的水 平常除了喝水 她几乎不碰任何的饮料 我觉得因为你经过一夜的睡眠 可能前一天 在你的肠胃里面 囤积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 喝点水也滋润一下 我大概喝500cc 我一口气喝 一口气喝500cc 对 我就一口气喝完了 然后再开始刷牙洗脸 陈沙莉早上起床 闲喝水的习惯已经有20年了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许多 自然疗法专家们所推崇的 因为早上起床喝水 不但有助于清肠 也能够使排便通畅 减少毒素的累积 最佳状态 除了喝水 陈沙莉说保持心情愉快 应该也是她的不老秘方 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民调 讲说都不会老的是谁谁谁 然后其中也有我的方名在里面 可是后面还附加一句说 不过她能不能永保青春 就要看她离婚以后 才能够决定了 我说我要更美丽 离婚不到半年 陈沙莉已经能够侃侃而谈 先生有第三者的事情 这么大的打击 她都能够让心情保持愉快 自然疗法专业医师黄俊杰说 这才是最佳的不老秘方 这个情绪的影响也会让衰老更快 这个即使我有一个图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 你如果情绪压力心情 你都不是很理想的话 你这个肾上腺素会一常 蜂蜜过多或蜂蜜过少 蜂蜜过多或蜂蜜过少 这种不平衡的因素 会影响到你的性荷尔蒙 也会借由这些流程 影响到你的生长激素 所以说很多人讲 心情保持愉快自然会年轻 道理就在这里 换言之只要心情保持愉快 性荷尔蒙生长激素自然会充足 也就容易保持青春 再加上少吃不干净的食物 少累积毒素 多运动增加身体的含氧量 这就是不老的秘方 专家研究指出 人在35岁以后 人体会开始自然老化 因此如果你想防止老化 从35岁开始 就应该要特别加强防止老化的工作 例如每天要定时的运动 饮食要节制 保持心情愉快等等 而如果已经超过了35岁 身体已经老化 而且又担心荷尔蒙的副作用 该怎么办呢 下个星期三 我们还会继续告诉您 不老的秘方 欢迎再回到华氏新闻杂志节目 有许多人经常到瑞士跟日本 去寻找所谓的青春灵药 希望能够换回青春 不过这些所谓的青春灵药 因为大部分都含有荷尔蒙 会增加制炎的风险 所以到底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青春灵药呢 知名的隐心胡亦梦 她最近终于找到了造成她老化的罪魁祸首 而能够有效地对抗老化了 您想知道是什么秘诀吗 您知道慈禧太后的抗老秘方是什么呢 还有您知道有一种功法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看起来年轻10岁吗 记者胡淑玉跟罗一鸣 现在带我们一块去寻找这些青春灵药 今年48岁 已经有前更年起征兆的胡亦梦 最近终于找到可以让她抗老防衰的方法了 记忆力啦 或者是说有时候情绪上面的起伏 你可以知道说那个起伏 事实上是一种生理的因素造成的 并不是心理的因素 所以这些都促使我想要到 就是这个黄医师那边去问问看 关于这种就是在这个预防老化的这方面的治疗 也没有什么一种新的方法 胡亦梦口中的黄医师 就是在美国拿到自然疗法博士学位的黄俊杰医师 她只用一滴血就找到造成胡亦梦老化的因素 这个自然疗法就是一滴血的这个检验 是非常正确的 我可以很清楚在这个 她这个电脑里面看到血液是叠在一起的 大部分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她血液是活络的 可是这个血液叠在一起 那血液叠在一起原因是因为缺少酵素 缺少酵素的原因是因为荷尔蒙失调 而且这个就是红血球很明显看到 正常的红血球如果荷尔蒙状况很好的话 正常的红血球是圆形的 可是我的红血球是成了一种扁肠形的 所以让你知道你的原因在哪里就对 对对 像胡亦梦小姐她体内毒素很多 肝毒素非常的多 这个一定影响她的老化 所以说我一开始先把她的毒素解除掉 但是奇怪我们要抗酸药里面要用一些荷尔蒙嘛 我发觉她荷尔蒙是真的在少 在少 但是很不巧她不能用这个荷尔蒙 因为她子宫卵巢长一些良性瘤 因为不能用这个荷尔蒙 一开始她给我试的是先要解除我的一些干毒 那么是一种叫骨光肝钛的一种自然疗法的药 是天然萃取物 那这个骨光肝钛我用了之后感觉到精神好很多 然后她就可以开始试五种的这个DHA 就是天然的荷尔蒙的一些萃取物 那我试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感觉到好像那个智力的速度开始加快 然后亲情比较好 可是到了第二十五天的时候就开始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胸部有肿胀感 然后经络 尤其是沿着这个乳房下来这个胃经的这些部分 感觉到有那种痙攣的抽筒 那就在我很不舒服的那一天 曹悠芳小姐打电话来 她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她怀疑她的那个卵巢癌 很可能是多年服用合成荷尔蒙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她不是天然荷尔蒙 她不是天然荷尔蒙 那你是天然荷尔蒙 我是天然荷尔蒙 可是不管是天然荷尔蒙还是合成荷尔蒙 两个人的在第二十五天很有意思 大概都是共同在第二十五天的那个出现的那种征兆都差不多 一般人大家都知道像去瑞士 去日本打什么胎盘素 这个都是荷尔蒙 打生长基数 打胸腺素 这个都是荷尔蒙 胡亦梦因为卵巢已经长了肿瘤 连天然荷尔蒙都不能服用 所以只能从解毒跟抗氧化来抗老防衰 事实上在自然疗法中 坊间常用的补充荷尔蒙和生长基数都是最后的疗法 只有在严重缺乏时才使用 最重要是要把体内毒素排出 并且改变饮食 减少游离基的累积 多补充抗氧化食物 像这位李先生一向怕吃药 到了更年期为了延缓老化 所以也想要用自然疗法来试试 我们从干血片 还有藏你的活血片里面看出你的游离基过多 这就是老化的现象 可以活化吗 对可以 我们可以把你那个降游离基 把你那个游离基尽量降低 保持降低 但游离基不可能没有 只是保持少一点 所以说这个叫延缓老化 这些毒素在你血液里面 在肝里面 在肠里面 我们也把它解出来 叫解毒 为什么要解毒 因为这些毒会加速老化 解毒是自然疗法抗老防衰相当重要的疗法 事实上 抗老友方的陈沙利和何利林 他们每天喝大量摆开水 喝果菜汁 泡脚 泡澡 让自己流汗 也都是在排除身上累积的毒素 毒素每天累积 当然就要每天排除 才能长保青春健康 其实大部分人身体毒素都非常严重 有的时候我在研究很多人身体 替他们刮沙的那个过程 就发现看起来漂漂亮亮 皮肤非常好的女孩子 一刮几乎是全身是沙 所以因为环境的污染 因为我们食物的污染 然后这种生活的压力 所以现代人的毒素 都是必然的现象 每天固定都会泡脚 睡觉前泡脚 那如果说早一点的话 我都会请人来做按摩 泡完脚就做全身的止压按摩 泡脚 止压按摩 是何利林消除压力 减少毒素的抗老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 我国宫廷的抗老秘方 当时慈禧太后 她偏常就是说 她的预态意思叫施患脏 她会每天给她做 这个点去的手法 那还有就是说 在脸部的部分的话 她会给她做一些 香药性的护肤 那她本身因为 她也是身材保持得蛮好 她会利用这个药育 来做她的这个减肥的 这一方面的这个方法 来保持她的身材 泡澡她因为 她促进血液循环 她会排毒啊 让你的这个脂肪层 不会增厚啊 会囤积在体内 她因为她会跟着汗线排掉 她可以 对可以增强这个 汗线跟皮脂线的功能 在中国大陆 拿到中医师执照的宋平轩 今年已经53岁了 自己因为爱美 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搜集慈禧太后的抗老秘方 也让自己维持了好身材 以后的关系 抗老房在里面有泡脚 也有泡脚 她润足滋阴方面都有 因为怎么讲呢 在滋阴方面 润足是说让我们的这个 腿部的皮肤滋润 美白 很光滑细嫩这样子 但是她的滋阴方面 她就说因为我们腿部 有末少神经 血管 很多的穴道 反射在我们腹腔里边 它这样像生殖系统 泌尿系统方面 消化系统方面 它都能够改善 古时候 宫廷还相当流行 用艾灸养生活着筋骨 其中 潭中 河谷 两个穴道和老化有关 最好能够每天 不断地按摩活化 这个河谷穴 它是大肠筋 在筋络血里边 河谷穴 它除了养颜美容以外 它这个可以 也可以增加一些 这个 多气多穴 它河谷穴是属于 多气多穴的穴 它就是位于这个 大拇指侧旁边 它有一座弹中线 两个乳头的中间 有一个弹中线 它这是免疫功能线 不论是泡澡 泡脚 按摩穴道 还是多喝水 多运动 目的都是让身体循环 更为畅通 排毒功能更好 这些人躺在板凳上 抖动双手 目的就是要让身上的火气 灼气从手上排出 别看动作简单 效果却是相当神奇 这是正在练板凳弓的照片 这是练完板凳弓后的照片 两张照片都是同一个人 只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看起来却相差了好几岁 难怪他们称这种板凳弓为神弓 你那个时候练之前几公斤 快80吧 那这个上完板凳之后呢 上完板凳那时候收到65 然后再回复到72左右平均 那你这两张照片是差多久 这个是练完板凳弓 这两张照片差没多久吧 差没多久 差没多久 有没有一个月 没有 没有 不大一个月 年轻的好几岁对不对 对啊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有啊 你碰到你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你怎么年轻了 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仔细看 萧光宏这张正在练板凳弓的表情 似乎是相当痛苦 像这张照片是你第一次的吧 第一次哭 第一次哭 对 为什么会哭呢 因为那时候的感觉是 刚好在这 双两个手背的这个地方 这个点 相当的酸痛 那痛的感觉是 你可以说在一生当中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种痛苦 我手做白酒啊 麻烦 这就是麻烦是不好啊 带来这些白鱼 你把这些东西拿来这些东西 麻烦啦 你麻烦没过来 碳烦哦 那条啊 你坐在那里 先她痛苦啊 整个手 整个身体 欧位 行政 整个手都把我疼的 他这个痛好像把全身 这个体内这个 要逼出来的 不知道 要出来的 都不知道 生疼 咬肉 要让体内毒素通过层层关卡 从五脏六腑排到手上 所造成的痛苦 连身强体重的年轻小伙子 也都快承受不住 这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躺板凳 不过是才半个小时 脸上痛苦的表情显露无疑 有时还泛着泪光 发现板凳宫 可以快速有效排除身上毒素的 创始人秋水旺 正忙着一旁照料 并且叮咛不可以轻率地缩手 因为不把排在手上的浊气排空 会有双手癱坏的后遗症 板凳神宫 它最主要的诉求是 打通你的气血的循环 所以你只要一 过了板凳大关之后 它身上多余的水分跟气 都会从双手的手掌 完全地释放出来 所以释放中 会把身上的毒素 顺便把它带出来 带出来的时候 人会变得很年轻 为什么它会从手里面排出去呢 因为我们手是经过拍手工 然后把我们的劳工界的 那个横隔膜打破 所以内经它有一个管道 才可以出来 这样子 那为什么那么痛苦 痛苦 因为我们人体的气路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污染的毒素 它本身的气比较粗 比较大 让我们身上的气路比较小 所以它会经过的时候 就是鸭筋 再产生一些 它另外开一条路出来 所以一定会穿进路骨 所以比较痛 要过板凳大关 虽然得忍得住毒素排出体内的痛苦 但是胃和肾脏都已经出毛病的陈神柱 却觉得相当的值得 那种痛苦 很坏说 很坏行用 那种痛苦 都在开到会被弄不住 那种痛苦 那种痛苦 那种痛苦比你身体痛得痛吗 痛苦比八倍 那种痛苦 那种痛苦 普通是这样烂一种痛 那种痛苦 那种痛苦 都可以说 你心里 你靠出来那种痛 但是我们还不敢靠 要用烂一种 那种痛苦 这种痛苦 你觉得有记得吗 很有记得 很有记得 我们过期以前 油吃很多 连过这种油都不吃 所以冬天冬天冬天也吃油 那你有变年年吗 有点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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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息也非常好看 那油脂呢 油脂呢 油脂的部分 都不觉得他胜痛 都不胜了 这种方法 到目前为止 过关的也只有几十人 不过借着板凳 正式的体内容易累积毒素 许多疾病 甚至老化 都和体内毒素过量有关 您还在寻找青春灵药吗 请先清清您体内的毒素吧 看到有人躺在板凳上 练所谓的板凳弓 在这要提醒您 你可不要自己练 板凳弓是不能够自己练的 一定要老师指导 否则是会有后遗症的 而现代人最重要的是 要尽量减少毒素的累积 所以少吃点油脂的食物 多喝水 多流汗 多运动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才可以保持你青春不老 各位好 我是崔子芬 欢迎您再度收看今天的华氏新闻杂志节目 如果您想创业 如果您想美容变漂亮 或者说你太胖了想减肥 那么请您锁定今天的华氏新闻杂志节目 我们将提供您最新的讯息 欢迎再回到华氏新闻杂志节目 您听过气功可以去斑美白 甚至还可以美腿吗 现在坊间正兴起这样一股靠气功来美容的风潮 有的是气功师运工帮人美容 有的则是气功老师将民众自己练气功 来达到美容的效果 气功美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效果显著吗 它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记者胡淑玉跟罗一鸣 走访了各个气功美容的场所 为您揭开气功美容的真相 用面纸轻轻擦拭就可以美白 就可以淡化脸上的斑点 这种气功美容看起来很神奇 也很不可思议 短短几分钟收费就相当于做脸的费用 有人还是跃跃欲试 郑小姐你今天第一次做这个气功美容吗 对 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很柔韧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啊 气功很好 今天第三次了 那前后都要多久时间 前后我都一星期做一次 做有没有再黑回来 没有 都没有 这个过程都没有 臉 手都没有 对 而且像这样一样 我现在也都没有化妆啊 还有我本身的体质都不怎么好 程老师在做的当中 他还可以帮我改善我的气色 还有我的体质 气功这有分一个来工到外工嘛 我是年来工要做 你们看不 这是属于说齐厂归零 瞬间把不必要的东西去掉 你瞬间你当场看有没有 不用等了 不用等 时间就可以去做了你看 这样以气功帮顾客美白去班 去巴教学 又很难解释清楚其中的道理 而且并不是一次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求诊的人并不多 不过气功真的可以美容吗 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倒是值得探究 因为现在连在美容沙龙 也愿意多美容师 一面帮客人做脸 还一面帮客人 顺顺身上的火气 都不跟客人讲 我们就慢慢这样做 慢慢把他的做法改变 那客人会觉得说 每次来你这边做脸 跟到一般做身体做妇妇都不一样 然后慢慢客人接受之后 我们再跟他讲解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他做 其实很多脸部的问题 他要考量是身体的问题 而不是只是个脸 所以我们全部 不管是说做斑或做痘 还是做我们其他的黑眼圈 或者我们讲的说眼袋 我们都一定先从身体着手 我发现他们做的 跟一般沙龙在做都不大一样 他们做的方式会 身体会帮你放松 放松放松放松再做脸 比较容易很安静 很放松的情况下 那我就觉得说 做一次做两次 慢慢就一直发现 他那个斑一直在淡 我之前的脸是 在大概这一个范围内 都有斑 那有的地方是比较一整片的 有的地方是点状的 我们居家还要DIY啊 因为它跟一般的少许不同 他还有教你DIY 就是你回去抹保养品 那你敷脸 他要再加动作 他要加动作 对对对 是脸部按摩动作 脸部的不多 它都是身体的动作多 回家的时候 你要配合做DIY的动作 第二个先放松你的后颈 头有一点微微往后 然后呢 又再拍幼儿角呢 其实在拍后面 左边整骨这边 对 对 所以 对 所以你就拍这个地方 对 有点微微往后 对 这样可以放中脑 这个肩膝 嗯 好 那两边都要做 这要做内巴外巴 嗯 好 然后半蹲 跳的时候不要一直上上下下移动 好 就内巴外巴 内巴外巴的动作 嗯 那这个也算一种气功 这个就算一种气功 对 算是气功 对 因为我们掌心 我们弓起来的时候掌心就有气 所以每个人都有气 都有气 所以每个人自己都是自己的气功 就是气功大势 对 气功大势在哪 就在你自己 只是很多人他对气不了解 然后觉得说好像你会气功很神奇 像我客人他们有时候都是这样拍拍拍 很简单这样拍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来大商量做 当然效果也都很好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位 腿 我的腿 因为常常都会有 头衣很多眼光在我的腿上 就是我用气功美容之后啊 开始帮助我做很多腿部的那个护理 嗯 所以我现在的腿部的那个问题减少很多 像有些静脉曲张啊 然后一些那种腐肉啊 胃底都没有 你原来有那些问题 对 嗯 那你这个大概做了多久才有现在这个效果 嗯 我勤劳的做了三个月 很明显不只是腿 就是整个身材的那个 就是像以前会有小腹啊 臀部会比较下垂啊 这些都改善很多 像我们有一个动作是内巴外巴 嗯 那这是做什么的 呃如果你下半身肥胖 像臀部比较大 大腿比较胖 这个效果很快 那我们这个神经是从头来的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从下来解这个头部 所以我第一个会要求说 客户尽量能够配合做个内巴外巴 放松整个看股的压力 让我们的整个神经啊 血能够往下走 就这样往下走就很舒服 嗯 就因为强调自己就是自己的气功大师 因此即使帮客人做 也一边教客人回去 也可以尽量多做这些动作 这样才会达到效果 否则光是一个星期 请美容师做一次 效果相当有限 我主要都还是让我自己经常在动 不是运动啊 就是拍拍打打啊 脚位向前跨一个小步 对 然后把脚这样垫出来 垫出来 然后手放在我们那侧的地方 嗯 用转拍的方式 有没有 这样转拍 对 你就这样 好 一直往下 这么 对 好 对 一直到 好 对 陈思雨每天做这些动作 不下签下 这样已经做了两年 才能摆脱还孕身子 身体浮肿的噩梦 拥有这样傲人的身材 已经生两个孩子的谢一连 也是靠每天不间断的练气功来美容 我已经 怎么讲 40岁了 已经40岁了 那怎么会有这么样的身材呢 就是 真的就是你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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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的 所以 天下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你没有用力吗 没有 我只有 我没有时间运动 我就是开车的时候 或者说 随时有空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练一下 我开玩笑的讲 就 初一十五座没有效 它一定是要持之以恒 中国的气功一定要持之以恒 让谢一连维持美丽身材的气功 是翻浪功 她不靠外力 全都自己做 做法相当简单 如果您有兴趣 也可以跟着一起做 吸 手带好 男生左手在下 女生右手在下 把身体放松 把左腰打开 先吸气 吸 肚子打下去胸部 健康可以力 健康健康可以力 然后放松 吸 肚 吸 肚 它这是属于我们气功里面 最基本的十六种的 呼吸吐纳法里面的一种 叫做力士呼吸法 力士呼吸法 主要是健美 健美是怎么样 你看 一吸气 你看 胸部挺起来的 这就健美了 妇女哪一个不喜欢 男女都喜欢 胸部挺起来的 第二个你看 肚子进去了 所以它就健美 减肥了 第二个呢 因为它这样子一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的这里面是心肺 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胃啊 肠啊 还有膀胱子宫这些 所以它里面的内脏功能强化 蠕动的 内脏的运动达到了 所以整个身体的健康达到了 而且我们在其实一个 比较直接的 就像我们这个地方 年纪大了以后 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很多是大便不通 我们一般开玩笑讲 叫素便 所以当你这样念了一段时间以后 甚至于念了两三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到厕所大便会大很多 很脏的东西出来 所以身体的功能恢复 这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健康美丽 外在的美丽 代表你内在的健康 因此气功美容 大多着重在内在的改变 这套肺浪功前面先做九次慢的 后面快的不限次数 是个人体能状况而定 别看它简单一行 才不一会儿功夫 就会冒出汗来 经常开车的温上风 就只是在等红绿灯时 练这种翻浪功 两个月就瘦了六公斤 只要认真的做 常做 有空就做 像我开车 懂红绿灯 以前是很讨厌懂红绿灯 现在红绿灯一到 我们可以运用胆战的一分钟 或者是四十秒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翻浪功 我现在已经74公斤 以前是83公斤 两个月 两个月是正常瘦六公斤 然后现在慢慢瘦 我们分成两种 这种是整体的改革 当然我们也有局部的 改良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标本兼字 这个是字本 那这个是字标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气功大师 就是你了不了解 会不会练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戳手 这是左右阴阳气血的调试 手是属于末梢 所以轻轻的戳它会发热 气血就到了 你轻轻戳三十六次以后 你试试看 手开始温热了 手开始温热以后 能量到了以后 你稍微这样轻轻的晃松慢慢拉 它就有气了 那个气感就是像那个吸铁一样 它这个相刺相吸的感觉 然后你慢慢拉 这就是少年气功里面的 所谓的拉气 拉气滑 你拉气有气以后 你搓热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搓黏 这个时候呢 通上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手摆在哪里呢 石中指摆在鼻子的两边 我们叫银腔穴 整个五指呢 轻轻的 这个几个指头 轻轻的靠着鼻子 然后向上 向外呢 向下不要出力 向下不要出力 只要靠着它就好 然后大鼻子 这个大鼻子 勾这个一个 塞到鼻子后面 这样勾过来 这样持续做 那我们基本上做九次 然后你循序渐进慢慢增加 最好做的时候 就是早上起床 洗过年以后 要上妆以前 那更漂亮 荣光晃花 细功美容强调的是 由内往外改变 因此不论多久 每天持续练是关键 到身体体能改变的同时 美丽也会紧跟而来 我经常关节痛 然后经常感冒 然后体质很差 然后腰痠背痛 这些都会 然后脖子很僵硬 然后常常会头晕 这些问题 那我调整了这段时间来 我发现真正的 让我变成现在这种身材的 真的是因为我从身体里面的改善 我是日夜颠导人 我是做副理人员 所以只有血液养容量比较少 所以我从学气功 还有那个氾濫功 还有异常功之后 刚开始血的时候头会晕 但是妈妈每天都练习的时候 时间可以持续越久 而且甚至睡眠越来越少 精神越棒 因为我们身体上脸上的斑斗 其实跟内脏是有关系的 所以美容界有一句话讲说 你的皮肤就是你的内脏的一面 是镜子 连美容界也开始教顾客气功来美容 让爱美的人 因为要美丽而得到健康 当然是一件好事 不过由于这样的美容师养成不易 收费比去一般沙龙贵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每天练 别忘了这些气功美容老师 一直强调的 你就是自己的气功大师 您已经看到这些气功美容的神效了 那么这些气功老师也承认 靠气功来美容有它的极限的 像是神经曾经受过伤害 或者是经常熬夜喝酒曝晒过度的 如果说您不先改掉这些坏习惯 光想靠气功是很难美白去斑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 这些见证都是持之以恒的个案 没有持续做而失败的人也是不少的 如果您想气功美容 还是得先拥有健康的身体 这才是对美容正确的认知